子女要善导父母入政见 有缘于民国九十七年底 踏入运顿多吉白菩提会拜见嘎吐师父 九十八年在北伊安宁病房 有幸请师父亲临祈福 无神论的父亲在没有插管 无药物治疗的方式安详辞世 享受九十七岁 事隔十多年后 九十九岁的母亲在六月初 清楚地跟我们说时间快到了 六月中旬金家两位在国外工作的孩子出差回来 与老妖一起陪外婆四见会 当时母亲还赢了钱呢 一周后 姐姐王家的两位 及妹妹陈家的三位孩子都来陪外婆 大家说说笑笑着 六月二十日 母亲拒绝使用氧气机 开始静身且不静食 六月二十五日中午 母亲起床上了厕所 穿好裤子 瘫软 浮上床后 即安详进入了长眠 母亲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 晚婚的她 为了帮助父母与弟妹们的升学 经常往返 上山砍财 煮饭 忙于家务 中年时工作 并持家养育小孩 近六十岁才升格为外婆 她是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自从女儿们各个成家 父亲辞世后 妈妈独居 晚期有移工照顾着 直至九十六岁之高龄 才开口询问姐姐 是否能同住 姐姐与姐夫是虔诚的基督徒 但我知晓 唯独佛教才是对母亲 真正有帮助 于是便带母亲到佛堂 拜见了师父 并且还带她参加过 大悲牵手观音大坛法会 同瞻法喜 随后又建议修学 显中多年的妹妹 进入佛堂 我们也会一起教导母亲 念诵佛号 六字大明咒 及波尔波罗密多心经等等 当时听到母亲说 时间快到了 我们姐妹俩 明白她心里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母亲 也有些正确的知见 所以与她的对话起来 可以比较直接 我们便问母亲 如果真的呼吸不来 要送医院急诊吗 她回说不要了 医院病菌多 我们又问 那走了要用哪一种仪式 母亲说佛教 我们说 也请妈妈要真诚忏悔哦 她说我这辈子 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我说妈妈 我们走路时 也会不小心踩踏到虫子 打过蚊子等等 这都是生命哦 最后在她耳边说 妈妈不要害怕 听着师父持送的声音 跟着南无阿弥陀佛到佛国净土 此时 回忆起妈妈的自助 自知及不害怕 一切极已圆满 佛教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为人子女要尽孝道 唯有善导父母入正见 才是大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